娱乐转圈圈明星快报报 简称MTV 它是一种运用声电技术 以及充满爆炸性的视觉信息来传播音乐的一种综合性电视艺术 MTV在9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进入中国 1993年开始 中央电视台连续举办的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 极大的推动了中国MTV的蓬勃发展和成熟 MTV音乐台的现任VJ陈正飞在网络上发文告别 感恩那个辉煌的岁月 对这个陪伴了无数人成长的音乐 启蒙节目流露出依依西别之情 此次MTV音乐台的停播 从某种以上来说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 真的是满满的童年美好回忆 这还真是时代的眼泪了 想当初那时候流行音乐多火啊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 表示唏嘘 不少人表示他们中学时代 对于流行音乐的认识 都是从MTV中文频道和Channel V来的 以前音乐类颁奖典礼上台领奖的时候 都会先感谢MTV和Channel V 也成为了那个时代 所有获奖歌手的开场白 和无数歌迷永远的记忆 可以说MTV音乐台不仅是华语地区影响力最大 最受欢迎的音乐频道 同时也是 内地绝大多数音乐爱好者 接触过的唯一一个电视音乐频道 特别是CCTV MTV音乐盛蝶 MTV超级盛蝶 MTV亚洲大奖等 重磅奖项的设立 更是开创华语音乐 至尊荣耀的鲜河 其频道播出的王牌节目 天籁村更是一代人的回忆 很多观众熟悉的李霞曲影以前 都曾是MTV天籁村的主持人 天籁村最早的VJ是曲影 后来李霞做了7年 1995年至1998年 曲影担任MTV天籁村节目主持人 曲影自出道以来 从模特 影视 主持到音乐和广告全方位拓展 自己的事业版图 曲影创造了不同领域传奇的第一次 曲影第一次参加国际超模 救火亚军 她也是国内第一位 录制唱片的双期明星 也是美国MTV天籁村音乐节目 国内第一位娱乐主持人 回想90年代和零几年 模特界可以说是 曲影的天下了 她当时算得上红级一时 是很多人的女神 大街小巷 无人不小 而且曲影还涉足影视剧领域 有一些代表作 曲影不仅涉足模特 影视剧 曲影也发过很多张唱片专辑 拥有不足的歌唱水平 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多妻艺人 可也正是因为多妻 也让曲影对自己的演绎 道路不清晰 没有朝着一个方向 深入的发展 提到主持人李霞 相信很多7080后 网友都听说过 这位曾经红遍迎评的主持人 凭借独特的主持风格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霞天资聪颖 层平靓丽的外形 和稳健的台风 在MTV音乐电视网 担任亚洲区中文频道 天籁村主持 并很快接手了热门节目 娱乐现场的主持棒 一时风透无两 有人评价 李霞最火的时候 连谢娜 董卿都比不上 他在央视主持 过多档爆款音乐节目 如中国音乐风云榜 同一首歌等等 也曾入选过流行杂志 时代影视的形象代言人 并在2000年唱 为首歌登上美国 时代周刊的中国女主播 第一个接受BBC电视台 访问的内地艺人 连续开创了 中国娱乐界的九个第一 那十年里 李霞简直就是 内地的娱乐教母 世事变迁 不过这些 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如今MTV也停播 真的有种一个时代 结束了感觉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谢谢